這是你嗎?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平常都會說我朋友是怎樣 那我朋友是我 但是這次的這個朋友不是我 記得幫我幹嘛? 按讚 訂閱 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好ㄎㄧㄤ喔 反正記得啊 拜託啊 自己會想好再跟大家分享 在裡面其他好玩的事情 我跟你講我剛剛提到 因為我其實說海軍蠻怕的一件事是 應該會差很遠 還有游泳 對游泳 反正海軍蠻怕就學會挖室 很會挖 我們游泳要連有九天 然後一開始會先分隊 有加以柄 然後柄又分柄1比2比3 然後大概柄3的好像就是在陸地上 因為完全不會游泳的人 他們就在陸地上游路挖 那我建議大家是先學會一點基本的 就是可以在裡面一直練 我跟大家分享游泳最痛苦的事 大家都很容易感冒 那游泳池上面永遠都寫18度 冷到哭哭 那時候是冬天 我最開心的事是一直有九天 感覺有爆瘦 好開玩笑我最近有多幾天啊 一兩天 我去看醫生 因為感冒都吃飽 最痛苦的是下水 下水會是冷到 你不動的話你會一直 游泳完可以喝薑茶 薑茶薑湯 是還不錯的體驗啊 在裡面可以學游泳 我覺得很開心 在挖式就是可以成功一直游 小火 他就會變 海軍唱的歌有夠多的 我聽我們陸軍朋友啊 他們只學什麼 什麼軍紀歌 郭佳的鋼唱 軍隊又緊緊 軍既是我 軍既是軍隊的命脈 一三民族一位跟 對 然後我朋友學了兩首的三首 陸軍吧 陸軍歌跟那個 光歌大概學了快九首 第1個 軍既歌 背著熟熟的 然後第2個 保密是軍人的天職 沒有人 可以把它背完 我覺得很屌 超難背 保密是軍人的天職 後面超長的 我都忘記 海軍軍歌 然後我都放大家第一看 我跟你講海軍軍歌都超棒 因為我一直唱 他大概也記得很熟 還有什麼 浩氣 起毛歌 從美國海軍幹來 很好聽 還有什麼 無敵戰艦 好你最喜歡的三首應該是什麼 那個 起毛歌 起毛歌是放假才會唱的 夥伴們起毛流 起上大鐵貓 好恥喔 然後還有海上進行曲 他開頭是什麼 沈長風破巨盪 綜藝之歌 我也蠻喜歡的 蔚藍的天空白雲片片 還有一個 我們屹立在太平洋上 那就是 第四首 我一直要你講三首 是這首歌 第一次聽我覺得很難聽 講太多了 他有什麼比較好玩 啊起毛歌最好玩的是 因為剛剛講到他是假日 放假才很差嘛 因為我是餐秦 就是幫大家打飯的 那一陣子我們的 某個隊長 不太開心 我們的餐集有一個人 就給我躲在那個 餐廳裡面 無聊就在唱歌嘛 那個人在唱起毛歌 一個長官 不太開心 他就聽到你唱起毛歌 超不熟 他就跑去一直在找到 你誰在唱起毛歌 那才找到 這是你嗎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平常都會說我朋友是怎樣 我朋友是我 但是這次的這個朋友不是我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隱藏版 要聽隱藏版 你知道隱藏版的歌是什麼嗎 嗯嗯 北海小英雄 哦哇 是北海小英雄 但這個是偶爾 大家開心的時候才會唱的 然後那時候我聽別的 大隊的話也有唱其他卡通歌 基本上我們訓練就只有這些 跟大家最後講一下 我們要入伍的 就好好聽長官的話 不要耍白目 然後不要害到大家 希望各位都可以上到新的船 然後去拉法頁 位置大得有船 睡得舒服一點 嗯 基本上我們這集就稍微講這些東西 因為陸軍 我覺得很大差別是 對很多人的名稱都不一樣 像陸軍可能叫 陰聯 然後我們叫大隊 中隊 區隊 差很多 還有一個最好玩的地方 如果你是大學畢業 去當兵的人 就是大學畢業之後去當兵的人 會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以前看一些什麼新秘日記啊 我問你你覺得連長多大 新秘日記看的時候 我沒有看新秘日記 現離開這個地方 呵呵呵 反正就看起來年紀很大 我還以為年紀都很大 班長排長 就是至少有點年紀嘛 結果沒有 各位啊 我聽說那個班長比我小 然後我就這樣 哇 因為他們好像讀社管學校兩年就出來 雖然沒有很怪 然後 什麼中隊長 所謂的連長 或輔導長 這種比較高 未及的人我 年紀一共差不多 然後共享都不一樣你知道嗎 就裡面每個人都超年輕的 因為年紀比你小的 你一直在罵你 欸欸欸 班長 不要這樣子 都不夠你朋友罵了 你還要一直罵我 你還要一直罵我 呵呵呵呵 下次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其他的好玩的事情 好 下次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 最重要的東西 我的軍女手札 我的大兵日記 哦 想看 當然不會給你看 給我看一下 五千塊 當小說滿很划算 欸欸欸 那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 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 他丟我的手機 對不起給你看 這邊給你 下次見